大家好,我是腾神 欢迎收看三国志战略版腾神的黑科技 第47期 三战我有两号一名为腾 一名为神故取名腾神 我非满红却看似满红 这是我神号的魏国 有着白板太为盾的三人 没有寻遇 没有富贵旗 连夏侯渊都是白板 这是神号的蜀国 麒麟宫三人也是白板 一红蛇皮关羽 二红关银瓶 这是神号的无国 白板周孙玲的无奇 一红的孙权和陆迅 这是神号的群 没有朱骏 白板举兽 没有鱼籍 没有当下火热的群工和强势的三仙盾 腾昊也差不多一时如此 编织好就这红度较高的武将研究 陆陆续续的将长满的这些武将 部分达到了镇谷硕金 寨魔盾的皇盖 腾昊战神枪的关羽赵云 父子宫的陆迅周瑜 瓷暴旗的关银瓶 星霸旗的甘宁太史词 沙法旅的旅部国家 战神枪的黄中关羽赵云 下面便来说说我腾神两号 分别十对共存的方案 共二十对 大部分都在腾神的黑科技里出现过 没出现过的还有待开发和挖掘 或许让其成型的那人不是我 是你也不一定 好了下面便邮请我自己 来介绍下我二月录制的腾神两号 黑科技十对共存的方案 大家好我是腾神 欢迎收看腾神的黑科技 这一期带大家看一下 我的腾神两号 这是我腾号的卫国 大家有看到什么队伍没 是不是看到了 白板太尉顿有看到没 满红夏侯渊 咱也可以组一个渊起 是不是 还有一个满红朝人和满红庞德 这是我的腾号 腾号的卫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蜀国大家又看到了什么队伍 诸葛亮将为庞统 白板七零宫 咱们也可以组一个七零宫 然后有个满红陈道 这里可以组一对鼠枪 有个满红关羽 满红关心 满红关银瓶 我们再看一下吴国 看一下我的吴国 倒是我的吴国 宏度相对较高 吴国的话有陆逊 周瑜 太史池 陆抗 黄盖 甘宁 周泰 陈浦 还有瞬间 这几个红度稍微高一点 有想到什么队伍没 陆逊 吴枪 或者是射击弓 然后一个虎城弓 那这里也有两对 是不是 我们再来看一下群 大家有看到什么队伍没有 传统群弓还组不起来 有吕布 吕布的话 三四吕应该是能组起来的 还能组一个盾 能组一个群盾 魏国我可以 保守的话 可以组一个白板的太卫盾 或者是我可以组一个冤旗 相当于魏国我可以出一对 祖国的话我可以出两对 我可以出一对鼠枪 再出一对麒麟弓 这样我就有三对了 魏国的话我可以出两对 出一对虎城 那这样的话我就有五对了 我可以出一个群盾 再出一个三四旅 这样我的号保守估计的话 就可以出个七对 这是不是大家能看到的队伍 这是我的腾号 觉得我这个号怎么样 现在再来看一下 我出了些什么队伍 我刚才说的这些队伍 我一队都没有出 咱们能看到的这些队伍和我刚才说过的这些队伍 我一队都没有出 这个赛季我是用观音平和太子池开荒 就出的这个第一队 这一队的话我是叫它磁铁骑 这是我在佛系玩山站专门记录这个赛季的时候里面有说这一队 黑科技里面发的那个是磁暴棋 左磁带的是虎暴棋 太子池带的是速成奇力和一队当千 在乾隆镇里面的一队当千在复将围上是可以触发一队当千的主将效果 我将虎暴棋换下来上铁骑驱石 再配合兵书的神迹 这样手回合的观音平和太子池就有一个绝对的先攻 观音平和太子池我也有加速度 我是让观音平的速度快一些 快过太子池 让太子池居厚 让太子池配合观音平打出将门虎女的虎称效果 也就是说这一队的我们可以舍弃乾隆镇的主将效果 左磁的金丹秘术 它是指挥战法 它的发动在乾隆镇之后 它是可以享受到乾隆镇的45%的属性加成的 兵种的话 比如说兵种是A 我们A升到S是20% 那乾隆镇有15% 这样的话就可以理解为四分之三个宝物 然后它这个乾隆镇的话 它可以使副将的伤害提高15% 受到的伤害降低15% 这个一来一回这个收益就很好了 所以说的话 乾隆镇的话 我可以舍弃掉主将效果 咱们不要把主将效果 就是当成一个必要的条件 它是一个可选项 可有也可无 所以说的话这一对其实还可以 这一对的实战效果还行 它的控制力比较强 我们来看一下战报吧 这是一场相关的战报 我们把战报看一下 看看几场相关的战报 然后 是不是还可以 这一对 这一对经常多穿 对面也有铁骑驱驰 咱们因为又有铁骑驱驰 还有先攻 所以说咱们先出手 夏侯员打出的输出都因为清单秘数 给规避掉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一对 我这赛季开荒就用的是观影品和太史词开的荒 我观影品太史词带的蔡文机 转型的话就直接将蔡文机换的左石 这是我的第一对 然后这是我的第二对 第二对的话 第二对的话就感觉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这一对的话可能 看过我视频的朋友们 应该都知道这一对 这一对我给他取名为 盖摩顿 是不是战法很豪华 一开始大家也看到了我卫国的 我的太卫顿是白板太卫顿 所以太卫顿的这一套战法我是可以给出来 就黑科技里面好几期视频都说的是这一对 然后 要凿重说一下的是我给鲁树带的战壁棋风 战壁棋风是罩在黄盖和瞬间身上 然后如果换成玉笛屏障的话 玉笛屏障就没有战壁棋风稳定和精准 这样的话第一回合黄盖的受到的伤害就能拉满 就可以达到90% 在这里就不过多说了 然后再来看我的第三对 第三对的话 这一对就是战神枪 副将辅助位由关心作证 这一对的话我也在黑科技里讲过 没看过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黑科技里面 看一下第九期和第十期专门有说这一对 后面最近才发的一期也有专门 也有补充很多相关的战报 那这一对也就不说了 然后就是第四对 第四对就是我的副职工 这一对也在黑科技里面有提到 这一对我也是专门研究出来 打太微盾和物枪 跟上赛季唯独的改变就是说 我将一力巨手换成了和军巨奏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第五对 第五对的话 这一对是新霸枪 这一对也在黑科技里面有提到 然后我把换过来的一力巨手就给到了周泰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视频 然后我们再来看我的第五对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我们的第五对 我给这对取名为御风向 他的战法的话肯定不是最佳搭配 这对也是在黑科技里有说到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换一下相关的战法 但是这一对的话 给我的感觉是升级打地比较伤 打架的话会时不时带来惊喜 然后我们再来看我的第七对 这一对在黑科技里面还没有提到 这一对我给他取名为大王盾 有很多朋友们说叫这一对为奥特曼 叫孟霍为奥特曼 技能方面我也就不多加说什么了 我做了很多的尝试技能这一块 主要是我没有非攻 如果我有非攻的话 我的想法是将御敌屏障换成非攻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一起参与 这是我的第七对 然后就是我的八九十对 八九十对的话我都没有出出来 如果我出出来的话 我可以做到技能方面和人员配置方面 我可以做到十对共存 但是的话我不会把八九十 这几对出出来 因为我感觉七对就够了 如果出出来的话 这样的话重述还需要时间 所以说从实用性上来讲的话 我就没有出出来 我就把十对共存的方案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这一对的话 我的想法是元素 带破阵吹尖跟万箭启发 兵书这一块的话就是后发先制 鬼谋降威 举兽的话 我的选择是给他带折冲玉武和克敌制胜 兵书这一块我会带旗阵相声 文韬和长刀 提高突击战法的发动概率 让伤害降低百分之五 这是举兽 最后我们再来看公存战 公存战的话我会给他带 弱凤和重兵截掠 兵书的话没什么悬念 就是分而即战速战力军 加点这一块 公存战我会选择全加速度 毕竟白马一从公存战统领的时候 是发动率是受速度影响 所以说公存战我会全加速 好了这是我的第八队 技能都没有重复 跟前面的队伍 然后第九队 第九队的这一队 这是一队谋略枪 司马仪的英式狼固 吕蒙的白衣杜江 还有诸葛亮的神机妙算 他们这三个技能的话都是指挥战法 所以说的话 我的想法是 就给他们三个带行一阵 然后配上白尔兵 诸葛亮这边的话 兵书这一块便是 其阵相生 武略和直瑞 行一阵的话 它是给两位友军 造成和急受到伤害 都降低百分之三十 但是伤害没有降低的 那便是诸葛亮 它自身的属性会提高六十个点 它的阵法 阵法的发动顺序又是在指挥之前 所以说它是能享受到 诸葛亮造成的伤害是没有降低的 所以说的话 我给它带个破证 万一突发白尔兵和神机妙算 也可以打出一定的伤害 司马仪这边 我的选择是给司马仪带 燕竹风飞和仙城旗律 燕竹风飞和仙城旗律 兵书选择 齐阵相生 文韬分血 旅蒙这边的话 我会给它带火赤原料和绝水溃尘 绝水溃尘 首回合是可以直接触发的 如果发动的话 所以说的话 我在吕蒙的兵书选择上 我给吕蒙选择的是顺天应时 鬼谋神机 好 这是我的第九队 然后第十队的话 这个时候我还有满红夏侯渊 正发里面我还没有用到三十阵 我吕布夏侯渊黄月音 可以组一个三十阵 吕布的话就是遗迹和鬼神 夏侯渊的话就是裸夷和百旗 黄月音的话就带虎豹和三十阵 这是我的第十队 但是如果我这么组的话 就感觉这一队就比较寻常 所以说我就没有这么组 那我第十队我的思路是 就是组这一队 这一队的话 吕布 吕林奇和李如 但是我如果我要组这一队的话 我的想法是还是需要一个先手 所以说我会用到铁骑驱慈 如果我要用铁骑驱慈的话 那也就是说这一队持铁骑 就要改成持暴骑 在黑科技里面有讲过这一队 如果要改成持暴骑的话 我就要把暴力无人换成遗迹当千 把铁骑驱慈换成虎暴骑 那也就是说我就把铁骑驱慈给腾出来了 但是我把吕布的遗迹当千给用进去了 所以说吕布这一队我就会上 百骑捷银跟西凉铁骑 百骑捷银和西凉铁骑 这一队配搭 也在黑科技里面 我有一篇暴头铝 就是这两个技能的配搭 效果也还行 所以说的话 那吕布的技能就是百骑捷银 和鬼神雷霆 然后吕布银骑这边的话 就是聚水断桥和所向披靡 所以说所向披靡它百分之三十的发动率 但是狮子奋驯的话 它如果发动出来的话 可以增加百分之十 然后再配上西凉铁骑和铁骑驱慈 然后比如了这个阵毒的 这个无限叠加降低统帅的这个效果 也很契合这一队 所以说这是我对这一队的想法 有利的我们要去规避掉 吕布天下无双 百分之三十五的发动概率 没有三十正的一些负面的影响 对吧 所以说我就不带一击当千了 我就直接带百骑捷银 就哪怕天下无双开不出来 吕布也是具有暴头暴击能力的 配合西凉铁骑 金苏镇一块应该没什么争议 在一鼓作气 盛战 直锐 这是吕布的兵数 然后吕灵奇这一块的兵数 我会选择大谋不谋 鬼谋将威 这是吕灵奇的兵数 李卢的兵数的话 我会选择灵敌不乱 百战立军 好这是我的第十队 十队黑科技的共存 这是我的藤浩 我藤浩的十队共存就说完了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 我神浩的十队共存 我因为我神浩跟 是另外一个平台 所以说的话 账号不方便入制 我就干脆都发过来 然后在这边就说一下 这都是最近的一些账报 这是我神浩的第一队 我这赛季也是用这个开的黄 吕布国家开的黄 这在佛系玩山战里面有说 但这个的话不建议大家去尝试 因为很坑 之前的话 我为了出第一队 出三四旅的话 我都是用太史词国家开的黄 这对沙发旅我就不多说了 这在黑科技里面讲得很细 这是我的第一队 然后这是我的神浩的第二队 战神枪 这一队战神枪就跟神浩的这一队 战神枪是一样的 是一个体系 这个的话 我在黑科技里面介绍的很详细 那这一队也就不说了 然后便是我的第三队 第三队本来这赛季 我出的是棋风功 在黑科技17期里面有提 后面又给它改成了甘太城 这套配置的话 就是卧星甘太城的那个配置 说白了就是卧星长挡 换成了B10技虚 折冲玉武换成了暴力无人 这一队也还可以 每次也能多穿一下 然后便是神浩的第四队 神浩的第四队 我本来这赛季 我出的是陀伏像 它是画陀夏侯敦 爱史词组成的 说白了就是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但是我玩到后面 我就给它换了 换成了这一队敦敦像 这敦敦像的话 说白了就跟敦敦敦的原理是一样的 只是说我省了一个技能 换了一个非公之胜出来 这一队就有两个精准治疗 所以说这一队还可以 给大家看一下这些战报 我这一队也就是夏侯敦是蛮红 另外两个都比较白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五队 神浩的第五队 我之前出的是曹操的一个五丰功 是曹操张角左辞 后面我也是给他改了 改成了张角的这一队盾 我带的是画陀和左辞 这一队盾的话 我就相当于没有给画陀和左辞 再增加其他的治疗 所以他们本身 他们两个自带技能就已经有恢复了 所以说我给他们带的都是 你像我给画陀带的尾数 一个混乱 然后给左辞带的威谋 一个虚弱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神浩的第六队 这一队的话 其实跟腾浩的那一队差不多 只是主将位上 我用的是袁绍 我带的是火刺和行机 原理差不多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然后再看我们的第七队 这一队我就上的是 诸葛亮 张飞和观音平 张飞很少胜气 诸葛亮夺破和并无常识 然后配得齐阵相生 我的想法就是说 齐阵相生 诸葛亮的普攻 可以帮助观音平的将门狐女 打出狐撑效果 然后我还带了一个大祭祀 然后便是神浩的第八队 这一队的话 我准备出一个司马的枪 就是五风阵的一个枪 技能这一块我的想法是 潮人就带魅惑和和军俱众 兵书选择无杖而胜 铁甲和勇翼 司马仪的话 技能这块我选择的是 用武通神和悲蛇鬼车 然后兵书的话 鸡兵爱名 首饰 勇翼 张春华 当然也可以有别的选择 因为毕竟张春华的枪是C 张春华的话 我技能这一块我会带 五风阵和 阴臣之首 兵书这一块 也是带西兵爱名 首饰 勇翼 这是第八队 那我们再来看第九队 是孙权 孙上香和灵统 孙上香的裸衣和虎具 我都能给出来 灵统这边的话 给一个西凉铁器和奇迹两谋 孙权的话 技能这一块 我选择的是 百姬坚硬和 血刃针锋 但是这一队的话 感觉就是比较脆 但是孙上香的技能 和灵统的技能 还是很契合孙权 还有一个被选的方案 就是周泰 我神号的周泰还没有用 周泰也空得在 所以技能这一块问题不大 这是神号第九队的思绪 音书这一块都比较常见 这这个就不细说了 然后便是神号的第十队 我选择的是一个行一阵 是陆迅 宗会 邓爱 这三个人都是以主动战法 技能的选择上 陆迅我给到的是 封筑 火势和勇者得钱 兵书 典齐阵相声 文韬 直瑞 宗会这边的话 我带的是 焚之银垒 运筹绝窜 加点的话都是权制 冰书这一块带的是 倚智激乱 河边鬼谋 更爱这边的话 我带的是行一阵 可以考虑吴当飞军和白马一重 冰书这一块就是 战突围 鬼谋降威 好了 这是我神号的第十队 也就是我腾神两号 二十队的方案和思绪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就先这样 再少机会再聊 好 好 谢谢大家